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平 首先来关注正在南京访问的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星期三前往中山陵 地纪国父孙中山先生 他随后还发表演说 并强调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 经过103年 迄今依然存在 下面先看本台记者李同发自南京的报道 12日上午10点10分 王玉琪率领访问团成员到达中山陵 调记中华民国的创始者 国父孙中山先生 在王玉琪抵达前 中山陵大厅的国父坐向前 已经布置了两座超过一人高的花篮 在书名的牌子上 王玉琪落款的名称为 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琪 牌子上一则没有提写国号 再者 陆委会的全称原本是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牌子上也省去了行政院 最后也没有按照一般习惯使用民国纪念 王玉琪率领随行官员向国父坐向献花 鞠躬及宣读纪文后完成了标记仪式 孝独统纪文 唯民国第103年2月12日 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玉琪率导文团 王玉琪随后在山下的博爱广场 发表了一分半钟的公开讲话 虽然陪同的国台办人员全数刻意回避 但却吸引了约一两百位 在中山林旅游的民众为官 王玉琪讲话时间虽短 但却开宗民意地宣示了 中华民国存在迄今的立场 国父孙中山先生 创建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已经103年了 国父所倡议的三民主义补权宪法 在台湾都已经具体的实践 我相信国父的在天之灵 也应当会感到欣慰 两岸过去六十多年来 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兵容相见 但在2008年之后 双方在九二共事的基础之上 以制度化的协商 及两岸的交流合作 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发展 今后最重要的问题是 海峡双方应该应当正视两岸的现实 务实地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才能建构长远稳固的两岸关系 增进人民的福祉 将台湾海峡建构为和平及合作之海 谢谢大家 主委你好我台湾人 你好 在台湾 这么重视新闻自由的环境中 从事公众服务 虽然压力很大 但还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老实说 在台湾这种言论高度自由 记者无所不在 媒体无所不报 名嘴无所不知的环境中 再加上立法委员在国会的充分监督 在台湾担任政府官员 的确相当辛苦 但是我认为 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 民主政治虽然不完美 实行上也不是没有缺点 但是台湾因为实施民主政治 让官员因为受到监督 而不敢滥权无比 这个正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生活方式 王与琪在南京中山林 祭祀国府深入三县厅之后 在发表的演说中 明确地宣示了中华民国温染的主战 至今已经103年的遗迹 这应该是王与琪这一趟 访问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一项政治宣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里已经报道 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简要新闻 吉林省磐石市牛心镇一个水泥厂 排放污水及粉尘已有十多年 导致农作物及灌溉用水受到污染 村民无数次上访求助却无人理会 上周五该镇60多位村民 再次前往长春市省政府所在地 请愿并要求监视领导 但被警方阻止驱赶 村民于是集体下跪 希望表达诉求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报道 上周六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县 洛满镇古州村夏州屯 一位年轻妇女被勾击压死 家属找肇事者索陪无果 本周二下午 大批警察进村强行开棺抢尸 死者家属竭力阻止 双方发生对峙 消息传开后 村民纷纷前来声援 据千人包围警察抗议 当局增派警力维稳 村民也毫不退让 双方爆发冲突 事件一直持续到深夜 五国街记者组织 2月12号公布 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度报告 中国大陆在180个国家 及地区排名当中倒数第六 该组织表示 这与中国不断审查和打压 意义的博客和记者有关 同时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下 港澳台的新闻自由也面临威胁 香港在12年内排名下跌43位 总部设在美国的 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报告指出 中国当局对香港和台湾媒体 施压的行为日益严重 2月12号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香港发表报告 报告说 港台两地许多媒体所有人 都与北京有密切的商业联系 香港更有一半以上的媒体所有人 接受了大陆的政治人名 这些媒体业主都担心 其报道会惹怒北京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萍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